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 我们总是希望可以找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 但是呢又常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归因错误或者偏差 其实我们不仅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会犯错 我们对人的判断也同样会出现偏差后的错误 因为我们并不是被动的或者完全客观的接受信息 我们一边在接受信息 一边立即对这些信息进行了主观的加工 最终形成我们的社会认知 那么什么叫社会认知呢 社会认知就是指你对人及其行为的认知 而不是指你对物那些非人的客观存在的认知 社会认知通常有四种认知途径 包括面部表情 言语活动 体态行为和行为方式 这其实就与我们前面讲到的 情绪和情感那一章当中 所谓的微反应是一致的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 在社会认知的基础上 你可以通过与认知对象的接触和知觉 慢慢在你头脑中形成一个 关于认知对象的形象 并且呢将这个形象 留在你的心里 这就构成了我们说的 社会印象 你对他人的社会印象呢 通常是间接性的 因为这种印象 经过了你自己的加工 而这个印象也是你把大量的关于他的信息 进行整合之后的结果 所以呢你的社会印象带有综合性 同时也正因为你是自己加工过的 所以就会有很强的固执性 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太会改变自己的判断的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我们对一个人的社会印象 一旦形成就不太容易轻易的改变 这就引发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 叫首因效应 所谓首因效应就是指 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 最先的印象 对人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各位小伙伴 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去相过亲 或者有没有曾经去面过世 凡是相亲或者面世之前 你一定会做一个自我的修饰 比如说穿的衣服要整洁一点了 发型要整齐一点了 看看脸上有没有什么特殊奇怪的东西了 看牙齿上有没有那些小菜叶了 为什么 因为你都希望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如果没有良好的第一印象 你就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对方对你的评价会很低 或者拿不到那份工作 另外一个相似的概念叫一见钟情 虽然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见 但我相信有类似经验的小伙伴 一定会有种体验 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 你真的就喜欢上他 其实这样一种感觉 并没有太多的认知 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就凭他的第一个印象 以及这个印象给你的感觉 当然了 我相信在这小伙伴当中 一见钟情的人肯定不多 但是有另外一种现象 在你生活中一定出现过 就叫一见不钟情 什么意思呢 生活中有很多人 我们第一眼看到他 就不喜欢他 有没有一种感觉 一定有吧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其实我要说的是 这就是首应效应 或者第一印象 由于这个人的某些特殊 对人的社会认知很重要 什么叫进行效应呢 就是指最后的印象 会对人的认知 具有重要的影响 生活中 你常常会跟别人说这么一句话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终于认清你了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最新的世界 让你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社会认知 我明明前面说了首应效应 说第一印象 对人的社会认知很重要 现在又跟你讲了进行效应 说最新的印象 对人的认知很重要 那么到底谁重要呢 其实首应效应和进行效应 到底哪一个效应作用更大 是有一些规律的 比如说 当我们会连续见到某个人的时候呢 通常来说 可能就是第一印象 起更大的作用 对其印象深刻 然后延续到你的交往当中 但是如果你是断断续续见到这个人 并没有那么多次见绿 见面频率并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起作用的可能就是进行效应 就是最新的一次认识 另外 如果你跟这个社会认知的对象 是陌生的 那么首应效应 就是一很大作用 因为你不了解 所以凭第一印象 反过来 如果这个人是你比较熟悉的 那么进行效应就是一很大作用 因为你们有了前面的认知 你会去做铺垫 你有可能不断的去更新你的认知 所以静音效应更起作用 当然 首应效应和静音效应还不是最好玩的 最好玩的是运轮效应 什么叫运轮效应 我们来举个例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大化西游 在大化西游的第二部 大圣取习当中有一段 紫霞仙子认定了至尊宝 是他的真命天子 所以一定要跟定他 然后在一个环节当中 牛魔王攻打过来 至尊宝 抛下紫霞仙子 落荒而逃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个时候 紫霞仙子看着至尊宝 讨宝的背影 说了一句话 还记得吗 这就是典型的运轮效应 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些人格特征 形成好的或者坏的印象之后呢 就会倾向于根据这个推论 来判断他的其他方面 所以紫霞仙子是爱上至尊宝 他的一切行为 包括他这个抛弃自己逃跑行为 在他看来都是那么的帅 那么的美好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叫 情人眼里出西施 针对英文效应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做的 用一张照片 比如说我这张照片 给两组不同的人去看 一组人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 另外一组人告诉他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科学家 国际大牛 然后分别请两组人 对这个照片上的人物 进行外貌的描述 照片上的人物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个是他的眉骨突出 就显得眼睛是陷进去的 第二个呢比较瘦 下巴是尖的 结果我们发现两组人都抓住这两个特点 当一组人被告知这是一个大科学家的时候呢 他们是这样描述这两个特征的 深陷的眼窝 表现了他思想的深度 突出的下巴 象征着他在认知道路上 勇往直前的决心 反过来 当一组人得知这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 他们就在通缉令章中 这样描述这两个特征 深深的眼窝 证明了他内心的仇恨 尖尖的下巴 意味着他沿着犯罪道路 死不悔改的决心 所以啊 一个是死不悔改 一个是勇往直前 到底是哪一个呢 跟什么有关 跟他们之前的 对这个人的认知有关 以上说的 手音效应 静音效应 和运轮效应 都是针对一个人的效应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个 针对一群人的效应 叫什么呢 叫刻板效应 所以刻板效应就是指 我们对某个社会群体 形成了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 比如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叫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说的是什么 说明女人在一起 就会叽叽叽叽叽叽不停 所以我有个同事 经常说三个女人 就相当于一千只鸭子 各位 一千只鸭子什么感觉 让你的脑袋都会吵炸掉 再有一个笑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他也充分说明了 社会刻板效应 有一位动物学家 他招收了很多国际学生 在放暑假时候呢 他跟这些学生说 今年暑假 你们要完成一部暑假作业 题目很简单 就是要针对大象 写一篇论文 结果这些学生就回去了 暑假过来 每人都教上自己的论文 很有趣的现象是 每一个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同学教的论文 都有着非常强烈的 国家和地区的特点 比如说 英国的学生教了一篇论文 叫 论大象的绅士风度 我猜你立刻就会想到 法国学生教的论文是什么 对叫大象罗曼史 那么美国学生教的题目是什么呢 是论大象和霹雳舞 因为美国人喜欢流行文化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德国人 教的一篇论文是 论大象的存在 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 似乎德国人都是非常严谨的 喜欢研究哲学 对不对 当然全世界都有中国人 他也有中国的学生 中国人提交的论文题目是 大象的一百种烹饪方法 怎么样 通过这个笑话你就会发现 英国人保守而具有绅士风度 法国人浪漫 美国人喜欢流行文化 德国人严谨而喜欢哲学 而中国人呢 喜欢吃 但是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喜欢吃 显然不是 我就不太爱吃 我不是一个吃货 社会刻板影响 是由于某些文化 或者历史的原因 让我们对某一种人 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 但是这只是一种过去的经验 不代表这个经验 适合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 比如说 中国人就一定有不爱吃的 反过来 是不是每个德国人都很严谨呢 也未必如此 跟你说个例子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 在要读大学的时候 有两位德国专家 到我们学校做讲演 讲完之后呢 就消失了 他们去到哪里 他们去了当地的一个著名的电子市场 在我年轻的时候 电子市场只卖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呢 盗版光碟 我当时真的震惊了 德国人居然也要买盗版光碟 我只能说德国人并不是所有人都严谨的 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买盗版光碟 只想告诉大家 刻板印象有时候会有偏差 并不是群体中的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特征的 不过反过来说 刻板印象也有好处 什么好处 假如说 你这样要上一个外教的课 你听说这个外教是德国人 你会怎么样 你一定会按时到 按时走 按时交作业 按时去考试 非常的认真 这样才能获得好的成绩 但如果你听说这个外教是法国人 你会怎么样呢 你可能并不见得上课那么认真 你会花很多时间跟他聊聊天 平时跟他出去玩一玩 或许就会有好的成绩了 这就是刻板印象的好处 他可以帮助我们迅速的做好准备 运对将来的这个对象 现在你就明白了 其实我们对人对事的判断 都常常是主观的 但有我们自己的加工在里面 也因此存在着许多偏差 不要小看这些偏差 或许你应该试着 尽最大努力去避免它们 因为它有可能会阻碍你的人际交往 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亲密关系 甚至有可能会让你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 袖手旁观 从而让对方付出生命的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